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感应篇第五十七段 知故不改 知善不为 这是《卧报》里面的第三段 这一段里面 文字一共到第六十 到第六十句 五十七到第六十 到这个清零道德 到这一次 我读着一段经文 感慨非常之深 读了之后 仔细想一想 今都不能讲 圣衣贤的功夫 没有别的 就是在改过 他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 一开端 文殊菩萨的佛言 少年造孽 到老修显 得成佛府 佛言苦海无边 回头是满 回头就是改过往 云云雾缠四说 人谁无辜 过而能改善莫大也 为君子能改过 前善其得热心 什么是君子 在佛法里面 真正发心修行的人 这个人就是君子 佛法修学 对有三个阶段 天才家 讲六届服 明自卫 那是不能改过的 有名无实 决定不肯改过前善 这种人 是假的 学佛 不是真学佛 观行为真学佛 观行为恶实 把佛陀的教诲 去做到 依教奉行 这观行为 我们念佛 求往生 要做到观行为 往生才有把握 生凡胜通知徒 要是相似位 那你就生十报 这生这个方便 犹豫图 分正位呢 在生十报 转移 所以要改 知过就是觉悟 这个人觉悟了 改过就是用功了 那功夫落实了 我做了很难过 我跟大家讲 我不敢讲进 我只有回去住小毛棚 闭关进修 为什么呢 跟我学的人 不知道改过 不知道自信 我这个讲经说法 全盘失败 我清楚 我明白 为什么还厚着脸皮 在这讲呢 没有机缘接近过的 有不少人相识 我们利用网络 利用落箱带 传播 送给真正有心 相识的人 为他们 所以厚着脸皮 在这里干 不怕人耻笑 自古以来 无有耗舌 才对得起老师 而一个老师 一生当中 能收几个学生 太难了 现在人 了解四十真相 所以也就能原谅我 不再羞辱我了 过去 我在全世界 许多地方 说的好听一点 红发力深的事业 自己总感觉的 非常孤单 非常辛苦 没有志同道合的 所以每一次 回到台湾 我一定就看老师 我总是劝老师 希望老师 能多栽培几个学生 我们在海外 能有点助手 老师也很感叹 是啊 十多年当中 每一次见面 我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大概总提了 七八次 最后老师 跟我说 我不是 不再配学生 你替我找学生 从此之后 我不敢再说话 为什么呢 我找不到学生 我才明白他 他不是不教 没有人舍 舍要真听话 真意叫奉行 阳奉阴伟 我们还要干欺骗老师的事情 老师晓不晓得 晓得明了 听李老师奖金的人 在台湾 超过五十万人 常常跟他身边 常随众 二十多个人 一天到晚 不离开老师 这二十几个人 哪个真实 哪个假实 他心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知道 我也知道 李宾老在台中 后半生 全部贡献在那边 真正跟他学的人几个人 三个人不一样 他已经就相当安慰了 以后 我在北京 访问 黄念老 黄念老是我在 美国 跟他联系到的 那个时候 我是美国佛教会的会长 就挂名的会长 那边同修对我很尊重 他们要请一个密宗上司 到那个地方来传法 给我上扬 我不同意 我说我们足足相传 一门深入 常识寻衅 不要再搞其他的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上司从哪里来的 他从北京 我就问他的大名 他是黄念祖 我一听受黄念祖 这个人的名字 我印象很深 从前李老师 曾经给我们提过 我就问他一声 我说是不是 没关系的外甥 他说是的 那请他来 没关系 是黎炳南居士的老师 这是我们同门的 同门 不管讲哪个法门 路不会走错 不会指错 我们并不是排斥哪一个法师 我们怕 把自己所修学的法门 搞乱 这是我们一个司臣 他是 家连军的传人 每一大宿的外甥 我说那这个人 虽然没见面 直接一定不会错 欢迎他来 来了之后 他带了一部 无量寿经的筑记 有印的本子 钢板刻字 有印的本子 那个是我们晓得 他那种印刷的时候 不会超过 一百五十五十部 一百五十部以后 就模糊 不会清楚了 所以苏联 这带了一部 他把这本送给我 我看了之后 非常欢喜 我弘扬这部 他也弘扬这部 当时在全世界 弘扬这部 就这么两个人 就看了非常欢喜 在美国没有机会见面 他在美国住一个月 就回北京去了 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 去看他 我们一尽如故 同一个司徒 他很感慨说 李宾老有你 这一个学生就够了 我们跟一个老师 要知道老师的恩德 要报恩 用什么方法报恩 一教风险 佛叫我们熄灭贪嗔痴 叫我们勤修戒定慧 我们贪嗔痴还天天挣扎 戒定慧忘得干干净净 对不起佛菩萨 对不起历代传伐的祖师大德 李宾南老居士 在台中教学38年 能够遇到这三个学生 真正肯干 怎么干啥呢 就是这点 只顾能改 只像肯我一样 没有别的 不能改过 不肯为善 这是自暴自弃 怎么能有成就 我这一生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成蒙老师的教诲 我明白 知道自己怎样修学 得韩广章三十年的照顾 我们辛苦经营一个图书馆 韩广章往生 当时图书馆 注册 产群 是用官长的名字 走了之后 走得要很突然 就没有能以教清楚 那么是他自己私人名字 当然继承是他的儿子 他儿子继承了这个产群 他不希望我们在那边 继续在做弘法立生的事情 我们全部退出 我们有一句愿言 你们大家看到 我对他欢喜赞叹 你们能学得到吗 你们能做到吗 我觉得高贵明之所作所为 是菩萨实行 看看我们自己学佛功夫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蒸发下了 所以我欢喜 我后掌赞叹 我心很平静 我欢喜让个他 一丝毫 不但没有冤言 冤言的念头都没有 这一关我很平稳 顺其通过 通过这一关 样样放得下了 分别执着断掉了 你们同学听我讲经 也有人跟我说 我讲经这个风格 馆长在世跟馆长过世之后 完全不一样了 有人听出来 经济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怎么提升 改过吗 放下吗 放下民 放下地位 放下权利 一切统统放下 你就成就了 还要抓得紧紧的 不肯让给别人 那是什么 抓住三土六道 在网三论诸节里面讲 末发时期 修罗罗刹太多了 什么是修罗 嫉妒成灰 是修罗 我们想想自己 有没有嫉妒成灰 什么是罗刹呢 贪嗔痴是罗刹 所以祖师讲这些话了 我们都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 事修罗 事修罗 事罗刹 不要紧 回头神 这佛讲 一定要放下 为什么呢 世间无常 过土 过土为翠 土耳其 大地震 台湾的大地震 过去中国 唐山大地震 那不就是佛菩萨 实现给我们看 几秒钟 身家 他心灵全没有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 所以佛讲的 世间无常 过土为翠 学佛 佛人有智慧 有智慧 什么是智慧 抓住现前 这一刹那 成就就在此地 念头一转 超凡如胜 可是这个念头 怎么转 都转不过来 习气烦恼太重 早晨 忍死了 问我 要我说他的过失 我告诉他 这从前 李老师教给我们 教导 学生 学生什么时候 二十岁以下的 可以教训他 二十岁到四十岁 不能教训 要顾全人家的 念子 只有暗示 不可以明说 四十岁以上的 他有过失 都不能说 故人 除世待人的心态 四十岁以上定型了 暗示 上前不可 怎么能说 人是超过四十岁 问我那怎么办呢 读书 只有在读书里面 印光大师 英光大师 教给我们这三本书 好啊 刘凡事训 感应片 暗示全书 天天读 多得说 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力 对照自己的言语 造作 好的 要保持 明天 还要这样做 错误的 赶紧改啊 四十岁以上 只有这个办法 所以 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人 犯过失 还有批评 这个人也是无知 没念过书 念过书的人 不会说 所以我们想想 从前 红衣大师 在南普陀 教学 学生有过失 红衣大师 一句话不说 这一天不吃饭 学生看到 老师今天没吃饭 大概我们自己犯了过失 自己去反省 去改过 忏悔 老师明天吃饭 不知道改过 不知道忏悔 老师明天还不吃饭 后天也不吃饭 念佛我生 不肯说你 说了有什么用处 说了又不能改 黎兵南老 就是看到学生有过失 年岁小的 教教 讲经当中 满事 四十岁以上人 决定不说 我跟他的时候 还算不错 我跟他的时候 是三十二岁 蒙他特别爱乎 他还肯说 说了我们就能改 他还可以再说 说了不能改 他下次再不说 所以 过地的同学 头脑一定要清楚 绝对不是跟在我身边的都是圣仙人 没有这个话 敌兵南老居士 跟到他身边 都不能成就 一定要 听其言 而观其行 并别这个人 显日不孝 千万不要误会 我常常跟在法师身边的 这个人一定就了不起了 这是你们的错觉 我今天不得意 把话说清楚 说明白 千万不能产生错觉 为什么呢 误了你们自己的虔诚 这不是我一个自古以来 要看他是不是真正恳学 真正好学 我们常常围在李老师身边 二三十个人 这个里面也有行邪道的 也有不如法的 黄念书老就是 曾经告诉我 他也有几位同学 在佛教界里 也复圣明 修学不如法了 走上邪道了 走到明文立阳里面去了 名字我就不必说了 那么他所说的 这些人都不在了 都已经过世了 黄老就是自己也往生了 过去这样的情形 就常见 就不少 现在更多 什么原因呢 现在人烦恼吸气 比古人多 现在社会 这些五余六成的诱惑 比过去的时候 增加十十多多倍 能在这个环境里 把持得住 不是凡人 所以他依旧 起悟念造悟因 我们看起来很平常 不足关系 能敌得过 那我们恭敬礼拜 他是圣贤 将士 他不是凡人 凡人 不能够避免 这故事 我们清楚 我们明白 千万不要认为 在我身边这些人 过过都是神邪 那你就完全错了 我自己还是反复 我的好处 能听老师的话 念念感老师的恩 不敢做对不起老师的事情 我的长处就在此地 我知恩 报恩 韩广长照顾我三十年 我念念不忘 我坐在这个地方 他的照片挂在我对面 我讲经 我看到他在笑 我看到他的欢喜下 我决定得身净土 而且告诉同学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完成 我是凡夫 业随身重 我能够修成这样 各国人都能修成 你们肯不肯干 凭什么有这个把握呢 凭方向 事出事件法 我一法都不沾染 就凭这个 有意丝毫的沾染 你就去不了了 财色明时睡 地域五条根 染上一条 这个染上 念头 不是在行为 行为太粗了 念头上 有那么一丝毫念头 你还没放香 你就去不了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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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 这是第三段 第三段是 四数 四数 都数人 数是平民 一般都数平民 就握了 这是第一条 这一条 要做不到 所有一切修为 全是假的 你必定还是随意 流转 该受什么报应 还是受什么报应 我们不能不留意 不能不认真 去思维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 讲到 改过 修善 这不但 是在 佛法 事法教学 也不例外 看 儒家的教学 道家的教学 乃至于外国 实实多多宗教 都讲 忏悔 忏悔 就是 改过 自行 所以 可以说 知过 改过 是世出世界 一切 慎行 教化 众生 的 枢 通 一切 法 也贯通 所有 不同的 宗教 佛法 从初 发心 一直到成 佛 无非是 改过 而已 佛家 讲 开悟 大彻 大悟 悟的是什么 知道 自己的 过时 就是 觉悟 把自己 过时 改正过来 就是 功夫 就是 修行 所以 从初 发心 一直到 如来 果微 只是 改过 自行 而已 可是 凡夫 自己 毛病 很多 不能 这场 这个 我们在 讲习当中 给 诸位 同学 提出 报告 口 古代 古代的 教识 在 释法 在佛法 里面 我们都懂得 能力 道德的 教育 孔老夫子 教学 四个科目 第一个是 德行 德行 摆在 第一位 第二是 言语 言语是 祸福之门 不能不谨慎 第三 是 正识 正识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 职业教育 你在这个社会上 学的 一门 技术 有一技之长 可以谋生 第四 才是 文学 文学 是 提升 你的 精神 生活 你看 儒家教学 首先 重视 物质 生活 物质 生活 能解决了 才能够 提升到 精神 生活 佛家 教学 也不例外 也是 从 能力 开始 诸位 度过 观无量寿情 佛在 经中 讲的 敬业三福 告诉我们 这是 三世 祝福 敬业 真因 换一句话 说 无论你学 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这是基础 基础 之基础 是什么呢 孝亲 真实 佛第一句话 就是教给我们 校养父母 奉祀 四掌 这两句话 彻始 彻终 从 佛法 出 幼稚人 到佛法 毕业 你成 佛了 还是这两句话 孝亲 尊师 做到 究竟 圆满 这个人 就成佛了 所以人家 要问 佛法 讲的是什么 这两句话 答复他 就 圆圆满满 佛法 所讲的 孝羊 父母 奉死 四掌 千经万论 释迦摩尼佛 说法 四十九年 就说 这两章 四十八 所以 佛法 是孝道 佛法 是思道 佛法 不是 神道 跟宗教 是在讲 没有瓜葛 扯不上关系 但是今天 佛法 确实 变成宗教 人家说 佛教是宗教 我们没有法子 否定 他变了 直了 原本是一个社会教育 多元的社会教育 现在不幸而变成宗教 谁的罪过 我们佛门四种弟子的罪过 对于老师的教会 没有认真去研究 没有认真去了解 不能够依教奉行 只着重遗事 行事 这错了 您新加坡的那单总统 他都明了 他告诉我 佛教 做重实质 不重行事 这个话 不是普通人们 讲得出来的 内行人 讲出来的 我对他非常尊敬 他对我也很尊敬 我们要注重实质 实质 就是 佛在经典里面的教会 经典是佛的教科书 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 要依教奉行 佛告诉我们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是全世界 古今中外 学术界 科学界 这些界里面 包括些宗教 都在探讨 宇宙 从他里来 生命 从他里来 这些人 都在摸索 摸索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结论 所说的 都不圆满 四十而非 真正的答案 都在大乘经教里 从前人知道 现在人不读书 不读佛书 他怎么会知道 佛给我们说 虚空发起 一切众生 跟我们是一体 佛叫我们去证明 佛家讲 正道 真的什么道 就是把佛所讲的 证明了 他真的是事实 所以佛不是说了之后 你听我的 跟着我走 佛不如是 佛说出来 叫你自己去求证 这个告明 怎么求证 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的 谈定 所以他教给我们 一切伸定 一定开会 智慧开了 你就明白了 这个事实真相 你的定功欲深 你的智慧就越大 你所见的就越透彻 越明亮 佛只是提供他自己修学的经验方法给我们 我们要去找做 我们不做 我们不做 决定达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要认真 路里面 我认真实 我们是否认真心 是真心 决定 不用忘心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唯一真真 真诚心 并失控发解 满失控 并发解 一个真诚心 心就是发解 心所献出的 相分 就是发解里面 一真状言 你就能证得 清净心 满失控发解 平等心 满失控 便发解 慈悲心 满失控 便发解 那就是 那就是 发生 大死 心量不脱开 怎么心 怎样脱开心量 改正自己的过失 自己过失 过失的 害心 过失的根源 就是自私自利 佛法 那 我之 其心动念 为 我的理想 这是 所有 一切故事的 根源 根本 佛菩萨 跟我们 不一样 佛菩萨 齐心 动念 是 为 虚空 发解 一切众生 着想 为 一切众生 福 我们 学福 就要 是 要跟 诸佛如来 发生 大死 同一个理念 同样的 宇宙 人生观 对宇宙的 看法 对人生的 看法 这是 真实 不是说 我们放弃 我们 我们采取 他的 想法 看法 那就被别人 牵着鼻子走了 不算 好汉 佛在 一切经 里面 所说的 理论 境界 是我们 自信 本来 制作的 所以 佛教我们 勤修 戒定慧 熄灭 贪嗔痴 证实 这段事情 然后 你才 跟着 就恍然 大悟 悟个什么呢 悟 失控 发解 一切众生 知自己 这个话 很难懂 很不容易 体会 所以佛在 经中 用种种 比喻说 用梦幻 泡淫 这个比喻 讲得最多 我们每一个凡夫 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中 决定 有自己 不可能说 做梦 没有自己 自己是什么 我执 梦中 也梦到许多人 也有山河大地 等到你梦醒之后 你好好想一想 梦中一些人 从哪来 梦中的山河大地 从哪来 梦中的虚空 从哪来 都是自己意识 变现出来的 离开自己意识 哪里有这梦境 你想 佛给我们讲 全望 极正 全真 极望 正望 不耳 能献 梦境的心 是真的 所现的梦中 境界 是虚妄 天天做的梦 都不相同 但是能做梦的 那个心 相同 正在做梦的时候 我的心 是什么样子 梦中 境界 就是自立心 心 已经变成境界 心境 也如 离死 不二 我们做梦 是舍发界 一针装颜 一个岁 短暂的岁 展开我们现实的环境 宇宙 人生 是我们 新鲜 这个大的境界 比梦中 境界大 比梦中 境界 广 但是要知道 跟梦中 境界 无二 无别 这个境界 今天寇宙家 逐渐逐渐 明白 像爱因斯坦 他所观察到的 这个世间 有没有物质 没有 他不承认 有物质的存在 他说这个世间 是怎么回事 他世间只有差 他是什么 能量 他的说法 跟佛家 发向 为时宗里面 所讲的 时 非常接近 法相 是假 不承认的 所有一切 形象的存在 他不承认 他说这些形象是什么 这些形象是时 为时 这些幻象是所变的 金刚经常说的好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现象是梦幻泡影 梦中你知道是梦幻泡影 清醒过来 眼前的境界 还是梦幻泡影 这是四世真相 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 自信变现出来的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有决明 心要求 变得境界 非常美 非常殊胜 佛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 皮诺扎尖纳佛的 华藏世界 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 那是什么 真诚 清净 平等心 变现出来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 也是自信变现出来 因为我们心不清净 不平等 不诚实 所以变现了 染物的世界 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结 一切法 从心相生 这才教给我们 改过修善 你有过失 变现的 在十法界里面 讲的 莫归地狱出生 你觉悟了 变现的法界是佛 是菩萨 生闻人觉 因念之谜 这些大道理 我们要细心去参 把它参透 参透之后 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 无论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无论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都是佛化 都是大方光 自在 难落 换一句话说 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转过来之后 过佛菩萨的日子 佛家所讲的 破迷开悟 利苦等落 我们真实 我们证明了 我们证明了 那么许多同学们 学佛很多年了 不能说不用功 可是你始终入不了境界 原因在哪里 你没落实 你没去做 至于怎样落实 怎么个做法 下一个星期六 我讲无量寿经 刚刚好讲到这一段 你们细心听 48月第19月里面 发菩提心 借着交给我们 修行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 就是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落实在我们工作当中 过去我在美国 举了个例子 怎样落实在家庭主夫的 这个工作里面 家庭主夫 每一天做家事 行菩萨道 家庭就是道场 家里面所有的人 是他度众生的对象 上一个星期 我再进入 你们有许多人 听到过 我给李居宗 说明 菩萨道 酒店是道场 老板 员工 都是菩萨 每一天住酒店的人 那就是有缘的众生 就是你度化的对象 道场 道场不一定要建寺庙的形式 任何形式都是菩萨道场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生活方式 礼仪要是得到了 落实了 都是道场 都是菩萨 这才是四红十一院里面 众生无辨识便度 才是无量寿经 佛所说的 一切皆成佛 佛是什么 佛是一个充满 就尽智慧之人 这个人就叫做佛 智慧达到究竟圆满 没有一丝毫确信 这个人叫佛 成佛是成就 究竟圆满的智慧 成就 究竟圆满的生活 功夫 都在改过自信 天天 要发现自己的过失 天天要改正自己的过失 这叫真营修行 今天时间到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